毕竟今天的赖清德 他背后他有一股无形的压力 或者无形的威胁 这个人就是蔡英文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谈个一件事 大家就可以理解到 陈水扁出手了 陈水扁跟赖清德 陈水扁跟蔡英文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民进党都心知肚明 现在陈水扁的几个重要的幕僚 都跟赖清德的私交非常好 也愿意帮赖清德来打赢这场选战 好比说是罗文佳 好比说像过去属于谢长廷派系的 卓龙泰等 这些人都有参与大选的经验 所以他们已经到了赖清德的阵营里面去 那从这个角度我们看 是不是阿扁出手了 就我所知 陈水扁对赖清德是有所期待 这个期待是在于说民进党内 第一个跳了出来说要特色阿扁的人 就是赖清德 甚至于赖清德担任格魁 在野党派去问他要不要特色阿扁 他说他给台南市长的话 他可以建议蔡英文特色阿扁 但是他担任格魁以后 他认为这个特色权是在蔡英文手上 他不宜干预过多 这个是赖清德亲自讲的话 那换句话说 赖清德只要选上 就极有可能对陈水扁开绿灯 当然陈水扁还有很多的案子 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手完 他只能够针对定案的案子 进行特色 那换句话说 我们可以讲 就是陈水扁对于赖清德的期待 在于社里 所以呢 陈水扁呢 也过去的幕僚 都跑到赖清德那边是可以理解 况且这些过去的幕僚 都有打过大选的经验 这个对赖清德来讲的话 是很有帮助的 那回过头来说 陈水扁跟蔡英文之间的关系 陈水扁已经不经意的点名 批评了蔡英文很多事情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理解到 就是说陈水扁看蔡英文 跟陈水扁看赖清德 是完全不一样 这个中间呢 当然我们再来看看 陈水扁入狱以后 到初狱这段期间 经常去看陈水扁的人 就是赖清德 这是毋庸置疑的 因为毕竟陈水扁也是台南人 所以赖清德跟陈水扁之间 是有一定的交情 但反观他跟蔡英文之间 却冷漠了很多 那事实上 我们讲到 说要组安全团队 要对美关系 两岸关系 等等 这一些 坦白说 陈水扁可以提供很多经验 大家都忽略掉 他当年的对美关系 跟对两岸关系 当然他对美跟两岸关系 在反恐战略的需求下 处处碰壁 但是他冲撞的经验 是比顺从的经验还要多 坦白说 像蔡英文 是比较顺从美国的意见 他对两岸 他有他自己的看法 但是陈水扁却不一样 陈水扁的对美 或者对两岸 讲的难听一点 都是变变变 就是随着情势变化起伏 而提出不同的主张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阿兵已经出手 要帮赖清德稳定大局 那反观蔡英文 我们看看 他是冷眼看待赖清德 所以我们从这两者之间 去做一个平息 就是陈水扁如果他出手 对民进党来讲 是正数还是负数 陈水扁不管怎么样 他在民进党内 他还是有18%的影响力 这个18%的影响力 坦白说就决定了民进党的路线 因为没有这18% 你未必选得上 甚至于可能落选 所以赖清德对外寻求的奥元 坦白说就是陈水扁 而不是蔡英文 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 就我所知 赖清德的很多的金主 都已经建议了赖清德 就是如何操作过去的贬友会 阿扁之友会 而不是仿造小英之友会 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阿扁在不看好的情势之下 可以逆转胜 在2004年 就是所有的民调 都对阿扁不利的时候 他以些为差距 赢过了联颂培 这一场不可能的战争 对阿扁 当然还有两颗子弹的问题 这些我们就通通不谈了 我们就单谈选战策略 就是民进党打选战的策略 我过去一再讲 民进党打选战 是逆境中作战 是越战越多 反而在顺境 他就不知道怎么打 因为资源一多 他也不知道怎么分配 但是在逆境中作战 他会越战越多 这个是阿扁打选战的特色 阿扁过去打台北市 没有资源情况之下 他担任了台北市长 有资源的情况之下 他反而落选 然后2000年大选 在没有资源的情况之下 他胜选 2004年差一点翻车 所以我们可以看 民进党打选战的传统 坦白说是从阿扁时代建立的 而不是蔡英文 在这种 定于一尊的情势之下 影响了赖清德 事实上赖清德 现在打打选战并不轻松 因为这是民进党大败之后 就是第一次崩盘之后 赖清德接了党主席 虽然当时很多人建议赖清德不要接 不要接蔡英文这个烂摊子 但是赖清德之所以接 就我所知 阿扁建议他可以接 先定于一尊以后 其他再说 否则党权政权 都落在别人手上的话 你反而施展不开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赖清德接受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 现在阿扁出手 他主要的目的是 隔除蔡英文对 陈隋对 赖清德的影响力 从这个地方 我们也可理解 为什么陈隋扁 这些打过大选的幕僚 现在通通跑到赖清德旁边 原因是 先定于一尊以后 他们会为赖清德的选战策略 提供意见 毕竟今天的赖清德 他背后 他有一股无形的压力 或者无形的威胁 这个人就是蔡英文 所以赖清德想要借用阿扁的方式 来隔除蔡英文对他选战的影响 请不吝点赞订阅